110年南投县各界纪念物色事件 九一周年献祭大典 上午在仁爱乡物色事件纪念公园举行 秘书长洪瑞智代表县长林明珍祖祭 祭仪在洪秘书长献花、献果、献酒后 众人将酒一同撒向地面 代表与前人共饮 建议表达缅怀之情过程隆重 今年是物色事件九一周年 不同以往的是 今年因为疫情 缩小所有献祭举办规模 但仍有30多位到场参加追思 除了洪秘书长之外 明珍处长吴彦玲 仍然向代理乡长张子孝 护主国小校长江子信 以及都为其老族人都到场参与 洪秘书长表示 因为疫情所小所有县级规模 但对于原民先列的尊敬没有不同 林县长非常重视原住民族的福利 县府财政税不宽裕 为了照顾县内3万多名原民同胞 每年在原乡基础建设 教育 说服长照等项目的预算编列都不以余力 今天代表林明珍县长 来到我们物色事件 这个原住民 这个抗日起义纪念碑前 来这个纪念这个物色事件91周年 那我们知道这个抗日在日据的时代 那日本人是强力的镇压 我们原住民族 还有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同胞 那也因为这个在处于这种压力之下 那莫纳努道率领了这个 我们原住民族的先列 那为了争取尊严 为了争取自由 那起而来抗日 那虽然经过49天的 这个激烈的这个对抗 最后还是这个不抵日本人的 这个强大的这个军力的一个镇压 而殉难 但是在这个91周年的时候 我们还是来这边 办理相关的一个追事 那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所有的献祭的活动 都这个缩小规模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原住民族先列的 这个追思 还有他们的异局 对他们的尊重还是一样 那我们今天的祭典也是 庄严而荣重 那原住民族在我们县内 大概有三万人 那林明珍县长从上任之后 对于这个原乡的这个建设 还有这个原乡的这个教育 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视 那虽然县政府的财政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原乡的建设 还是不予一律 都每年都编列相当多的预算 来支援这个原乡的这个基础建设 张乡长提到 物色事件已经发生91年 原民同胞从受到奴役欺压 一路走到失怀原谅 过去在担任仁爱乡长的时候 已将物色事件80周年 追思记忆主题 改为爱与和平 忘记所有仇恨 并与和平的态度来面对 今天是我们物色事件 91周年追思纪念活动 那县长林明珍因为议有要事 所以特别派我们秘书长 以及明珍书书长来代表县政府 来参与今天这个盛会 也在这个后疫情的状况之下 所以是采取比较简单的隆重 但是不是为中年的一个追思活动 我们都非常清楚 这个物色事件的原有 是因为日本长期的奴隶 同时欺压我们原住民主 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追思活动 那回顾起来 在民国80年的时候 我当时担任仁爱乡厢长 在这80周年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物色事件的主题 改为爱与和平 就是忘记了所有的仇恨 同时用和平的态度 来面对日本人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已经 这个承受今天的遗嘱们所讲的 完全没有恨只有爱 所以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都了解了 原住民是非常宽宏大量 而且也不容许有外来的侵略 或者是欺压的行为 洪秘书长也表示 民族民族先人对抗日军的武力镇压 将族群特有的文化与记忆 留存给下一代 县府远民局也设置多处文化健康站 照顾原乡老人健康 以及传承年轻人文化记忆 从教育 社福等逐多面向 关心帮助远民同胞 记者陈云志 另外乡采访报道